当全球180名记者羞辱菲律宾 还传播给全球68个羽种的人类集体观看 中国这次做得太霸气 14亿国人直呼爽快 11月15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会晤 并会共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 多过元首参会 而在参会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个插曲 让中国人觉得很舒适 那就是中国拒绝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会晤申请 菲律宾转头向美国进行转还 却遭到了拜登的羞辱 并且这件事还传播到了全世界 这是怎么回事呢 01菲律宾通告 不尊重中国元首早在11月10日的时候 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就发布消息称 菲律宾总统小菲尔兰德马克思将会在APEC会议期间 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马克思本人的措辞比较强硬 即会提出条件要求中国满足 届时 马克思将会邀请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和中国进行会谈 而这个条件就是美国国会之前提出来的中美元首会晤的10个前提条件 其中之一是要求中国停止在仁爱礁附近海域 拦截菲律宾补给船只 但事实上中美元首会晤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根本没有提到这些 且菲律宾在通告中的措辞很不尊重中国 称中国国家元首必须向菲律宾道歉 必须对南海拦截补给一事向总统马克思做出解释 让习总向马克思道歉 还是因为南海岛礁的事情 菲律宾是不是想太多了 第二菲律宾先发刺激中国的言论 马克思在会议期间与美军司令阿规利诺举行了会谈 并且达成了有关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同胞 阿规利诺是美军对华英太人物 他的言论和行为常常引起中非关系紧张 马克思在与阿规利诺的会谈中 还讲一些刺激中非关系 强化美非军事联系的话 据悉马克思政府决定 继续在南海争议岛屿上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并公开邀请了美国 日本等国家参与 这一行为被视为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 更为严重的是 马克思还宣布将在争议岛屿上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 以保卫菲律宾的领土完整 并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 当天的时候 中国就进行了回应 称跳梁小丑 并警告说 任何在南海采取的挑衅行为 都将受到中方的坚决反击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南海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任何国家再次采取的挑衅行为 都是对中国的侵犯 我们敦促马克思政府 立即撤回其决定 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包括战争恶果 03中国拒绝会晤 马克思在旧金山菲律宾代表团 自顾自地发表了所谓的中非元首会晤 结果遭到了中国的无情回对 因为这次中美会晤 是加媒体转播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本媒总站 和国总站西美的八余名记者抵达当地 各项报道工作已全面展开 并有68种语言外拨 按理说 中国一定会顾及大国礼仪 客气地拒绝 但这次中国显然没这么做 15日 中国广播直接捣唤到中国外交部 外交部发言人 就记者提问中非元首会晤一事 进行回答 发言人称 中国从未接到过正式的非方会晤邀请 也从未答应过要和非方会晤 如今大家所看到的一切 不过是非方自导自演 自我安慰的丑把戏 中方奉劝非方消停点 在APEC会议上多谈论点经济合作 不要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左右横跳 有辱国格给亚洲丢脸 零四菲律宾想利益和名声都独占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一直持有强硬立场 此前在中国多次称 谈判时候 他们都不愿与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而是通过绕开中国 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 以此来在南海问题上 制造所谓的优势 而现在却想主动谈谈 无非就是想在舆论场上占据优势 也就是所谓的菲律宾想和平 中国不想和他们谈的株裂论调 说白了 就是利益和名声都想独占 菲律宾频繁进行军事行动 企图逼近中国在南海的岛屿 不仅如此 他们还积极引入外部势力 缴获南海局势 日本是其中积极性仅次于美国的搅局者 最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 实现了多个首次 首次在OA机制下向菲律宾提供军备援助 首相首次在国会演讲 除了军事援助外 菲律宾还试图通过与外部势力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来获得更多的收益 目前 菲律宾已与日本同意启动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 如果成功签署 将成为亚洲首个与菲律宾签署该协定的国家 作为回报 菲律宾将得到日本提供的巡逻船和其他援助 通过引入外部势力的援助 菲律宾希望提高非海军海警的实力 并希望借助外部势力在南海问题上 取得对中国的所谓优势 然而 菲律宾应该清楚 无论他们怎么做 都无法改变中非之间的实力差距 05美国没有做到对菲律宾的承诺 在中国拒绝会晤后 菲律宾请美国从中卧旋 但马克思却连拜登的面都没有见到 这让美国的承诺有些打脸 美国总统拜登 国防部长奥斯汀 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等人 多次向菲律宾承诺过 即如果菲律宾的军队 船只或飞机 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受到攻击 美国将履行1951年 美飞共同防御条约下的义务 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是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重要军事协议 旨在加强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在共同关切的地区问题上 同时美国还承诺 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 但现在看来呢 美国都自顾不暇了 哪有精力管菲律宾 06菲律宾是美国棋子 众所周知 最近这些年 美方频繁在南海和台海角浓风云 兴风作浪 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制造区域矛盾 打压中国实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增强 而此次 菲律宾愿意在这种关键位置 给美国开放军事基地 足以见得飞放的心理 但菲律宾这种引狼入室的行为 也让南海局势加剧了紧张氛围 不久前 我驻菲律宾大使 在中非马尼拉论坛上表示 菲律宾向美国新增开放 紧邻台海的军事基地 是给当前的紧张局势 火上浇油 此举引发中方的高度关注 和严重关切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也在近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美非2加2部长级对话 发表的联合声明 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亚太国家不应迎合外部势力 对于菲律宾的这些行为 我们既苦口婆心地劝了 也把事态严重性给非方分析了 但马克思政府还是一意孤行 执意要在南海问题上玩火 此次美非的联合军演规模 也是空前的大 不仅双方 共派出超过1.7万名军事人员参加 还邀请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 相关军事人员参与 菲律宾方面的负责人还声称 将在巴拉望岛布鲁克角 进行夺岛演习 以演练夺回被抢走的岛屿 保护自己的主权 领土完整 菲律宾现在已经成为了 被美国捏在手里的一颗棋子 07菲律宾任不清形势 几十年的南海争端 菲律宾几乎没有停下过脚步 在这几十年的拉扯中 因为初期我国的一位退让 让菲律宾有些膨胀了起来 毕竟 就算我国牢牢掌控着南海的诸多岛礁 但三天两头就来骚扰的菲律宾 是真的烦人 我国又不可能因为菲律宾的骚扰 就直接派大军打过去 如今这个社会 先动手的总是会理亏 不管是民事纠纷 还是国际纠纷 似乎都比较适用 因此耍嘴皮子 成为了菲律宾最为擅长的 在2012年爆发的黄岩岛事件中 菲律宾就竭尽自己所能 驱逐 抓捕我国渔民 干扰我国正常使用主权 眼见我国忍不了了 要对菲律宾动手时 菲律宾又像是跳梁小丑一样 摆拍下大量我国欺负菲律宾的证据 在国际上发动舆论战 即不敢和我国打 又要恶心我国 即便是到了2023年 菲律宾的海军战斗力仍然极弱 在今年强闯我国领海的菲律宾 两艘巡逻舰 分别叫做马拉帕斯加号 和马拉布里哥号 都是几十年前的老船型 排水量仅有不到1000吨 在如今战斗力趋近于无 甚至还比不上我国的一艘大型海警船 即便是和我国军舰对峙良久 如今的菲律宾也只是挑衅一下自己 绝对不敢再开出第一炮 要知道 在菲律宾的军舰上 还带上了美国的记者 因此 菲律宾究竟是何目的 可谓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菲律宾不敢和我国开战 但是在美国的受益下 又只得下场对我国进行挑衅 将我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域争端 做成文章 放到国际上 引导国际舆论 在美国的报道中 此次中非南海事件 中国一共派出了一艘军舰 和一艘海警船 还有五十代艘民兵船 因此 看到我国有如此强势配置的阵容 菲律宾是断然不敢进行进一步挑衅的 只得灰溜溜地逃了回去 如果有机会 菲律宾要进行更多的挑衅 或许还要跟在美国军舰的屁股后面 才赶来了 对此 大家又是怎么看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 以上内容资料 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无意针对 影射任何现实国家 政体 组织 种族 个人 相关数据 理论考证与网络资料 以上内容并不代表 本文作者赞同视频文案中的律法 规则 观点 行为 以及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请不吝点赞同视频